來到臺南南區昆山海邊 十幾隻流浪狗一見到車輛經過 立刻一擁而上 對著車輛追咬狂吠 模樣凶狠 甚至還把一名富人咬到全身是啥 外地人來這裡 在我們昆山海邊釣魚 可能在停車場就附近 被樹枝的流浪群追咬 富人被送上救護車單架 雙腿雙手剁出撕裂傷 嚇到全身不停發抖 原來這名富人日前跟朋友 到昆山海邊釣魚 結果卻在停車場 遭到十幾隻流浪狗追咬 富人驚恐奔逃 手腳被咬到多處撕裂傷 一路跑到台南海巡隊附近 蹲在護欄旁邊哭泣 被民眾發現趕緊報案 將他送醫 但這名富人 已經不是第一個 被野狗咬傷的個案 我們今年來講的話 從二月份到現在 只有兩三件的通報 那我們也在兩個禮拜前 又捕捉一隻 台南市洞保處貨報 有人遭到野狗追咬 立刻派人前往案發地點 放幼捕龍抓流浪狗 雖然抓到一隻黑狗 但其他流浪狗 已經不見蹤影 東保處表示 當地有一位老富人 任意放養了三四十隻流浪狗 之前並不會追咬民眾 才沒有強制捕捉 但如今民眾受傷案件頻傳 東保處也立刻派員前往處理 這裡評估大約八頭左右 那大部分都有檢餌跟絕育 那可能是特殊狀況 造成那個犬隻的一個 一個騷動 東保處強調 被捕捉的流浪狗 會帶回訓練成工作犬 或是防疫犬 讓其他公務單位領養 也會持續追捕 其他流浪犬隻 確保民眾安全 接著來關張神妖谷 太陽報導